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胡子的记忆 传统胡子第四代传人张婉颖老师 仔细地解说制作传统花灯的技巧 接着实地操作 大家用竹子扎成支架 再贴上透明纸 看似简单的花灯 却隐藏着相当多的技巧 让民众在欣赏灯会花灯的同时 更能体会到花灯制作不易 同时也感受传统工艺之美 贴这项功夫看起来很简单 但其实也是蛮困难的 需要配合培养一些手感 再去把它糊起来 才有办法做得很工整很漂亮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马的左边是骨架 右边是完成品 就是糊好的样子 所以其实我们一般看到糊好的东西啊 你不一定知道说 它的骨架其实多复杂多坚固 就像我们的人体 你看其实看不到我们的骨头长什么样子 但其实骨头很精密嘛 我们才可以站起来 长生在巴德录像弄里的汉生像 由黄永松老师及温碧光老师带领的团队 默默耕耘了四十多个年头 为传承民间文化出版优质儿童读物而努力 为在汉生像旁的台北偶戏馆也邀请民众来参观 我们这边是台北偶戏馆 那我们现在展出的是巨大的力量 来自微小的一栋 我们想要让观众知道说偶戏呢 不只是我们所看到的布袋戏 全是傀儡或是皮影戏 其实世界各地还有 或是台湾有很多不同的偶戏的展现的形式 那这一档特展呢 我们就特别介绍了亭格偶动画 那我们邀请了两位艺术家 一位是他家族的背景呢 是做胡子的工艺 叫张许展 那另外一位呢 是黄云玄 他家是在做捏面人的工艺 那他们两个呢 虽然家族有个传统工艺的一个 这个养分 然后影响他后续两位创作 在做亭格偶动画 都能够看到他们在这样一个滋养下的一个养分 然后展现在他们的作品里头 那我们这个展呢 在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时间呢 一直会到5月7号展览结束 那欢迎有空的朋友可以来台北游戏馆来参观 区长游竹萍表示 明年西口文化节也会继续跟汉生象及松山社大合作 办理走毒及传统工艺活动 欢迎持续关注松山社大各项课程与活动讯息 记者临习惠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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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